放假没陪妻女。 王浩信找弟弟喝酒诉苦。 聊足整个下午。 是弟王浩信和太太陈自瑶,一直被传他们夫妻间关系闹僵,近日难得王浩信不用拍剧工作,但他并没有留在家里陪妻女,反而是和弟弟约会喝酒。 据一周刊报道,王浩信在下午十分约了弟弟超年一起到潜水温酒吧吹水,下热言人兄弟俩点了啤酒来喝,王浩信一坐下来就不断对弟弟说话,说得超起劲,两人越喝越多,最终喝了约四至五支啤酒。 和弟弟吹完水后,王浩信在附近的街道散步,走了大概三十分钟后他才开车离开,难得放假,但他就选择整个下午都在外溜达。 事实上,王浩信近年来事业起飞,去年更凭踩过界手夺势地。 人红是飞也跟住来,外界盛传他和太太陈子瑶关系现冷战,而且王浩信在拍兄弟时又和同剧的江嘉宁走得很近。 如今,王浩信难得放下也不见他陪妻女,反而是约兄弟出来吹水诉苦,再次引起大家猜测,他和太太的婚姻真的出现问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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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